占星五倍券 昨天才刚刚起庸 今天就传出了未遭案件 高雄凤山有一名男子竟然就拿着彩色影印的五倍券 到小吃店里头吃牛排 他落往后坦诚 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拿着领导的五倍券到影印店 像老板是骗说要为了收藏 结果他成功影印后 竟然就拿去吃牛排 在吃牛排付账的时候 被老板给拆穿报警抓人 这名男子吃完牛排 拿出五倍券结账 店里拿到手就发觉不对 随即交给一旁的老板查看 马上试破这张五倍券是假的 这张两百元的五倍券 一摸就是一般的影印纸 虽然彩色影印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和真的五倍券有凹凸的触感完全不同 老板立刻退还而且报警 男子是和家人一同来到凤山 这家店吃牛排 坦诚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才会动歪脑筋 为造五倍券 前往影印时还说谎骗了老板 只持真正之五倍券前往附近的影印店进行影印 并且向老板公称该行为是为了要将五倍券存作纪念之用 老板当时不宜有他 因此协助该嫌影印 光是用彩色影印 粗略卫造立刻被拆穿 男子涉及意图供使用卫造有价证券罪被移送侦办 依法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由其徒刑 并科九万元以下罚金 为了贪图五千元得不偿失 也成了五倍券在八号启用以来第一起的未遭案件 记者叶洪荣高雄报导